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主主角 我是你们的小师傅 我身后这位主角就是我们今天要试驾的一款新车 它就是深蓝SL03 好 眼前的这一款就是长安深蓝SL03这款新车 这款车到现在还没有正常上市 这款车现在它是有三种动力可以选 包括增程 纯电 还有轻动力 所以这台车目前可以说它的看点是非常足 我们今天这是在新疆看纳斯地区 对这款车进行一个简单的试驾体验 就是在上市之前 有一点要提的是我们今天试驾的这款车 是最后的接近于量产99.999999的一个工程样车 所以有一些配置不能代表它后续量产版本的一个实质的配置 所以仅供参考它的整色车身长度是超过了4米8 轴距是2米9 那就这个尺寸而言的话和目前它的一些竞争对手 比如说已经上市的DiD海豹 特斯拉的Model 3以及小鹏P7相比的话 它尺寸是不输的 那在外形方面上呢 这款车设计的也是非常的动感 科技感满满 那这款车呢是基于长安的EPA1平台 这是一个纯电的平台架构 那可以看到整车的车身尺寸 它的布局就是四轮四角 中间呢就是它的电池组 很多人就关心这个电池包和地面的高度差是多少 刚才我量了一下 大概有我这个大疆的稳定器的充电盒这么高 而这个呢差不多是在13到15厘米 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个版本啊 是纯电版本 那纯电版本和增程版本 在外观呢 其实差别不大 只能通过加油口来进行分辨啊 官方说它下方的这部分区域也是可以分辨纯电和增程版本的地方啊 那轮圈呢是有三种样式可以选的 我们今天这是一个多幅条式的 还有一个是那种低风阻封闭式的马牌轮胎 然后呢尺寸是达到了2454529 一个19英寸的轮子 然后呢是EC6Q系列 那这这个系列呢其实是偏重于节能的 而且它整个轮胎的胎噪的声音会非常非常小 一会我们就是体验的时候再和大家说啊 那现在这部分区域啊是一个壳 等到料产之后呢会有碳头了 那整车的传感器也是非常多 大纤辈真的是纤辈 后方呢它是有电机的下方 因为这款车呢它的驱动布局是后驱 未来还会有四驱版本 你看见了吗这是老师们的行李 空间没有问题 而且座椅呢也可以四流比例放倒 除了车尾啊 仙背啊还有尾翼非常骚气的 还有它这个无框的车门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啊 更有意思的是你可以看到这里了吗 壁柱是没有突出的 你可以看到前后窗整个是一个一体的 然后呢日行灯在这里 分体式头灯下方呢是它的远近光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了吗 是有三种不同的灯语 那同时呢这部分还可以显示 档位信息 比如P档 R档 D档都可以在这里显示 然后尾灯看到细节了吗 和车头灯 它们的日行灯 是完全相同的这种设计 前后呼应 好我们现在呢进到了内饰啊 来看一下深蓝SL03的内饰设计 个人觉得啊 整个内饰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个设计 就是它这块屏 是可以进行角度调节的 它还跟比亚迪的那种旋转屏不太一样 它是左右调整角度的 向左也可以调整15度 向右也可以调整15度 也就是说它的角度30度 可以通过这里 来进行调节 官方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啊 叫向日葵屏 它的尺寸是达到了14.6英寸 尺寸不小 而且整个后面的车机 使用的芯片呢 是高通的8155芯片 所以在使用起来 流畅性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款车 它的驾驶模式 也是非常的全面 有三种 舒适模式 运动模式和自定义 那自定义模式情况下呢 又会对几大类进行 非常细致的调节 包括加速模式 你可以选择脚快的和标准 能量回收的标准 脚强 以及可以自定义 包括它的转向模式 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舒适标准 以及运动 那同时这款车 在制动上也会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舒适 或者是运动 以及这款车 它还可以关闭 ESD功能 因为这款车是后续 如果你关了这个呢 这款车是可以飘移的 这款车呢 它使用了怀挡 这个怀挡 又想起了我的奔驰 包括这款车 它的Auto Hold 它是深踩一下 制动踏板 它会启动Hold键 那这个模式呢 和奔驰的模式是 完全相同的 所以我这个上来之后呢 使用起来是毫无压力 那这里呢 是手机的无线充电板 这里是打不开 哇 深度是very nice 打孔皮质 两侧护翼 也是高高的突出 身体的紧固性呢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这个蚁型呢 看上去虽然很单薄 但是呢 支撑性还是不错的 尤其腰部支撑这块 包括坐垫的长度 以及填充 都是非常的柔软 整台车呢 它的轴距刚才说了 2米9 而且是来自于 纯电平台打造的 所以后排空间 真的是非常的宽敞 本身高是1米8 坐在后面呢 是耗压力 那后排最大的看点 就是在头顶 将近2平米 一个大全景天幕 那这时候呢 可能就会有人担心啊 这么一大块玻璃 到底晒不晒啊 那这个天幕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 比较独特的材质 所以如果这车呢 未来到店呢 大家可以到店里去 实际的摸一下 它上方这个材质 和普通的玻璃的材质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似乎贴了一个 膜一样 但是这个膜非常的有用 虽然现在猫着很烫 但是你看车内 看到吗 我胳膊现在呀 爆晒当中 这是普通车窗户啊 我挪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 看到吗 一点也不热 一点也不晒 今天呢 我们来体验这款车呢 是从布尔金 一直开到了卡纳斯景区 全程呢 单程是将近140公里 我们体验的这款车呢 是纯电版本 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的底盘调校 后排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款车呢 非常的居家 非常的舒适 你别看它外观设计的很科幻 很运动 但是呢 这款车坐起来非常的舒服 那后排整体的一个滤震性 设定的是非常的突出 会把一些明显的路上的颠簸 以及起伏路面的冲击 它都能很好的过滤掉 那这台车整个在走这山区路段的时候 它的悬架的支撑性也是非常的到位 说完底盘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动力 那这台车呢 它是有两种电机的 一个是160千瓦 还有一个190千瓦 那整个开起来 它的电门调度是非常的线性 还可以通过不同种的模式呢 来对车辆更为细致的一个调教 包括它的能量回收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包括乘客的感受来进行调整 那模式越多面对这些消费者了 它会有更好的一个出发点 这一点我可以给一个大大的赞 转向呢 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 来进行调整 包括比较运动化的 走这种山路 你选择运动化的 它的指向性也是非常精准 所以这台车呢 在核心的部件上来说呢 没有什么特别致命的槽点 这一点我很喜欢 OK 我们开了一圈回来 简单的和大家总结一下这款车 首先呢 从外形来看 这款车我非常的喜欢 包括它的整体设计啊 非常的运动 同时呢 又带了一丝科技感 包括它的前面的日行灯 还有尾灯 这贯穿式的尾灯 包括它的整个内饰的配置 包括那个旋转屏左右 可以像向日葵一样 侧重某个重点来进行调整的一个屏幕 都是非常喜欢 再有就是这款车实际的驾驶感受 我们今天呢 就是这次活动啊 体验的是纯电版本 所以这款车呢 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 开起来非常的顺 同时它的底盘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舒适 很居家 虽然和它的外形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差别 但是整个悬架它的支撑性 还有方向盘的指向性 都是和它整体的外观呢 它是有一点点的小搭的 所以这款车 我还是很喜欢的 那么就看 它正式上市之后的架构是多少了 OK 那这期视频呢 就是长安深蓝SL503的一个试驾体验 如果大家对于这款车呢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板就来 我是你们的教师父 我们下期再见了